對... 很痛啊 不會啦 因為一般不會有感覺的 是嗎 對... 我們可以靠近嗎 可以... 我靠近笑 我真的很好笑 到這邊發生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踩不起來了 對 他們現在等一下到前面 那邊辦事情 好 趕快衝過去... 等一下 再衝啊 等一下喔... 快點啦... 有什麼... 有什麼...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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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喔... 為什麼這樣子 他目前這個狀況 應該是裡面有異狀 所以暫時會在他王爺站這邊 做處理 火燈夜勳可不是只有 拿火燈照明壯膽 沿途物發現疑似有阿飄的地方 當地就會隨時啟動 勸不聽的阿飄 就別怪咱們不客氣啦 所以說 火燈夜勳保留傳統文化 是一場保佑你我 過月都平安的嘉年華會 你看 火燈我們怎麼看到有沒有 你們看一下 流汗人 對啊 流汗人 一邊可以體驗台灣的文化 對... 一邊算是一個很大的運動 對 那也在火燈文化 在台灣也是一個特有的文化 全台灣就只有我們這邊有 但是我很希望 外國人也知道這個 對 我知道 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會有更生 對 就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有一天會變成 國際性的火燈 什麼的 火燈照明明 有火燈加持 咱們武膽放 變得啥都想沖一下啦 早年火燈夜勳 充滿神秘色彩 如今恐怖的氛圍減弱 取而代之的 是一場更精采的暑假文化活動 就像老吳說的 希望活動 越來越多人知道 任何人都可以來參加雅輝丁 我已經砍過腳 但是沒有游過這個 OK 什麼 要爪彎的時候 你把腳架這樣不要 好... 好 現在就走 好 OK 還要幹嘛 我們繼續 趕跪 不要問 你們看一下我看到了 棒球隊 好瘦 你們為什麼有這個衣服呢 為什麼這樣子 發的 什麼 發的 這樣不行 我也要棒球隊 這樣子比較有精神 為什麼穿過這個衣服來這邊 每日 活動 對你來說這個活動有什麼意思 很好玩 很好玩 還有呢 我覺得你明天不需要跑步 參加這個活動 一兩次就過了 你這趕快OK 1 2 3 2 聽阿純他們說 早年只有村裡的人 拿火燈繞盡 如今這台灣獨一無二的活動 見為人所知 除了越來越多外地人參與活動 他們也希望能夠凝聚力量 讓年輕人不用離鄉背景 留在家鄉 啪啪 還有什麼 好大聲 但是很有精神 京朝的時候 這邊是曾經有褻鬥過 那褻鬥過的話 這邊會有很多的冤魂在這邊 所以以前在這裡 發生過一個衝突之後 對 很多人射掉了 所以他們的靈魂 有沒有可能在這裡 都留在這邊 所以我們神明 才會為了把這些靈魂趕跑 才會一直都聚集在這邊 把他們趕走 他要給他趕走 有這個活肉湯匪 他們會怕 就像我們剛剛大聲的喊 喊得越大聲 他們會被我們給嚇跑了 所以今天加上你這個外國鬼 因為人是外國鬼 這個團結橋 以前叫做冤家港 是夜巡最重要的一戰 百年前的蟹鬥 造成多人死傷 為了安撫那個世界的朋友 也為了化解暴力 農曆六月 最後三天的火燈夜巡 如今就變成了團結的象徵 也成為鬼月最夯的文化活動 他相信有了不幸 行不行沒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的是台灣 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台灣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對 他們跟我分享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歷史 我覺得非常好 有沒有阿伯跟小朋友 講一些傳說 小朋友會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開心 我也是一個小朋友 會不會怕 還是有怕 有吧 那麼多的朋友 對 我還是會怕因為第一次參加 不要怕 很多人被你不要怕 真的嗎 都是都要怕 你看都沒有人怕 我很喜歡你們的經史 看到外國人一起講話 一起講話 一直跟我分享你們的歷史 我喜歡 帶我一個 我們繼續幹鬼 火燈夜巡 全台灣獨特的文化活動之一 這股團結的力量 大到啥都不怕 就連阿飄也一樣 鬼月你還在怕嗎 愛玩客要告訴你 鬼月才是最好玩 以後記得農曆六月最後三天 來嘉義玩一趟吃鬼納福 火燈夜巡之旅 一起吃喝吶喊 趕歸保平安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這個活動非常非常的精采 你們現在看我的衣服 我的媽呀 全神都是 斯達哈 斯達哈 最特別的是當然 這裡有外國朋友們 非常有興趣 西卡古的外國 西卡古的外國 西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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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來台灣見 這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食物很好 而且鬼鬼都在哪裡 看到了沒有 尷尬他們說到處的尋規 其實尷尬 尷尬我已經參加過台灣的 很多不同的活動 對 尷尬 尷尬 做特別吧 非常非常特別 有體驗到台灣的